好的 那麼還想有一位朋友也是要請教一下您 他說的這個張先生 美國有紅蘭卡65歲長者 就是在上海可以看病的看急診 他想說這個紅蘭卡會不會cover他在上海看急診的這個部分呢 比如說像這個低血壓的搶救 造CT的這種費用 這個能不能在上海用得到呢 我們請你來幫忙解答一下好嗎 好的 我們首先說當然我一看問題 你聽到問題就是低血壓CT這些費用 應該算急診的 但是我不是醫生或者保險公司的立場 那我們首先說急診不是病人說的算 急診室我來了 我來了 我來急診了 不是的 那換言之急診是要符合條件的才算急診 尤其你是在海外急診 海外急診因為他的生活條件 居住環境 可能規定跟美國的病況 有非常不同的要求 所以保險公司會格外的審慎的來看海外的急診 然後呢 你除了紅蘭卡 你有沒有附加的一個20%的計劃 因為有很多的福利是來自於那個地方 保險公司 就是20%的計劃 那保險公司當然因為他不在你身邊嘛 所以他希望看到的是按照時間順序安排的 比如說第一份的帳單 是不是救護車的帳單啊 還是說你急診室是自己走路進去的 那保險公司就納悶了 你還能走路 那怎麼算是急診呢 保險公司希望看到第一份是救護車的帳單 第二份呢 帳單呢 保險公司想看到的是急診室設備使用的帳單 第三份帳單呢 很可能是急診室醫生的帳單 那你把這個按時間順序排好 第一張是救護車的 那保險公司就心安了很多 你真的是叫救護車去的嘛 所以你把這些費用呢 付清了 要有英文的說明的病例資料 付費的收據啊 這些帶回來 那我們作為保險經濟就會一不容辭的幫你把這個文件整理好 就給保險公司來審核嘛 那大概會花費兩個月 我們說在60天左右吧 保險公司就會允許你報銷5萬美元 5萬美元在海外可能還不夠吧 看你的病況吧 那保險公司就會讓你報銷5萬 他會把一張5萬的支票就交給你這樣子 所以這個要小心 有很多的規定的 好的好的 謝謝這個天寧保險的這個張念廷 張先生 謝謝您的回答 好的好的 謝謝 謝謝